你好香啊 皇上 太医说了 皇上不能跟臣妾亲近 已经五个月了 想来也无大碍 两位娘娘 可不好了 丽妃小产了 小产就小产 你慌什么呀 丽妃小产是因为 她正跟皇上 皇上自个儿也惊着了 夏日暑期重 换冰 带上老鸭汤 咱们去给皇上降降火 是 娘娘 皇上 您不要难过 伤了龙蹄可怎么好 哎呀 幻璧 是不是忘了 娘娘嘱托你带的汤了 奴婢岂敢望 皇上你看 这是帕特新进贡的 冻干鲜喝汤 就这样的一块冻干 只需要搭配 适量的常温水 等上三五秒钟 就能让皇上品尝到 鲜美的老鸭酿汤了 补水还能解馋 是啊 皇上 这两种口味您都尝尝 大妃有心了 臣妾先进去看看安妹妹 姐姐来了 妹妹的苦肉计 也就眼底皇上看看算了 七贵妃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那要不本宫现在就请温太医来 看看你这香炉里 到底装着什么 你